9月4日,日本西部遭遇近25年来最强台风 而潘玉铭正好赶上这场自然灾害 令粉丝们颇为担心 9月4日晚,潘玉铭通过微博报平安 躲在麦当劳里,屋子时不时地摇 把大家紧张坏了 台风过了一片狼藉,报个平安 照片中,潘玉铭戴着灰色棒球帽 黑色口罩着面,站在街道上自拍 网友分分为官并留言称 平安就好,紧张死了 强台风太可怕 潘老师注意安全 台风天不要出门乱逛了 更有网友调侃称 潘老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那么瘦很容易被刮走的 非凡娱乐,整理报道